Hello 大家好 起了个早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 全国早餐地图之穿鱼片 留老袋 吃货老袋 尤其是碳水老袋 必须点赞收藏 我这个睡衣好看不 杯子里视角 为了温暖的感觉 我真的是穿了一个睡袍出来 那我们就从包子开始吧 太熟悉的声音了 自夸一战搞不赢了 8点半了 你还堵不堵死我 我就是在我妈的催促声中长大的 先把我的青汁给弄上 先来杯豆浆 抹茶豆浆 在成都的包子分为大包子 小包子 在成都好吃的小包子有 卢州小笼包 九层小笼包 这两家是真的很好吃 还有我之前打卡的留包子 这包子一掀开就知道 稳了呀 这种汽满油的包子 小葱酱肉馅的 这家包子是真的很好喝 一大厨上起来 参与人的包子会蘸红油 鸟一口再蘸红油 鸟一口再蘸红油 稳住不要厌 来一口泡萝卜 一个早上 舒舒服服安安一夜 我才在成都的时候 没有找到这种小包子 更多吃的是大包子 大包子推荐几个 除名酱肉包 十二百 鲤一百 我觉得都还不错 然后这一个呢 是银丝卷 我之前在宜宾也吃过 有哪些地方的朋友是把 就没有事儿的 我们这边叫花转啊 或者馒头也叫包子的 它这个是可以一丝一丝的 但这一家银丝卷不是特别的资格 拉垮了 我之前点外卖吃的 我一家非常地道 好吃的银丝卷 真的是千丝万缕 然后在川芸这边呢 还有一个早餐碳水之一 我叫它糯米包子 哦 我来看 流油的这一种糯米叶巴 喜欢糯鸡鸡酱香口的朋友们 这个叶巴一定是你的爱 温馨的提示一下你们 就是有些叶巴 下面包都是一片叶子不能吃 但这个包都是菜可以吃的 好吃 反正他们家的馅料 调的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它面团特别特别的软和 反正就是和里面的肉扇合为一体 我们早上吃包子 是配稀饭多还是配豆浆多 还是配另一个粉面碳水多 这旁边这些是卖红油饺子 塑胶面的 怎么换成这个了 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问一下隔壁老板 他们家没卖人吗 都没卖人家 哪一份的你卖人家 这年还在的 这年就变成 钻子脚丫子了 那我们就简单吃一家 我四床三年 开了十年的饺子店吧 是我的原因吗 开了十年的腰姑水饺 变成这样了 我今天啥运气 我就不信了 我再去打卡一家 我之前打卡过的 开了十三年的 红油水饺 翻转吃一份红油饺子 其他面汤泡菜 还有大蒜拌 店家都可以免费附赠 我去年也是拍碳水盒子 打卡是他们的豆花面 红油饺子我也点了吃的 但我觉得他们家的红油饺子 比豆花面更好吃 哇 这个酱真的绝了 一口吃吧 可太香了 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红油裹满 这个饺子 红油微麻辣微甜蜂味 然后再有大蒜泥 再加上香味跟口感 里面包的全是香肉的 香肉 鲜肉 我觉得这个酱好可惜 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吃蘸饺 你们吃完来碗面汤 成都的红油水饺一定要吃 基本上是鲜肉馅 我之前吃完来碗面汤 之前视频推荐的红油饺子 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内搜索 看水 你就会发现各种好吃的 粉面 包子 饺子 早餐 小吃类的 基本上往老社区居民楼 菜市场里面都比较靠谱 我之前打开的 富丽水饺 它的红油水饺就开头的 没包两头 特别的好吃 还有胡志小吃里的 红油水饺也好吃 还有一个不是我们本地的饺子 偏杭州烘味 华儿丰的梅干菜蒸饺 我之前打开给我包好吃 然后成都还有一个小月蒸饺 它那个皮特别特别的劲道 有点像牛面的口感 反正很好吃 但现在好像也是接电毕业了 反川瑜的早餐 包子饺子随便吃都特别好吃 但有一个烧麦也是早餐的主角之一 但是在成都 甚至说在重庆要吃到好吃的烧麦 没有包子饺子操守这么的容易 反而我在成都吃的糯米烧麦 都是在便利店里的 然后有一家来自乐山的肉烧麦 还不错 我们去吃吃吧 然后规矩 酸鱼早餐三件套 主食红油泡菜 这还算好吃 比较有特色的热山肉烧麦 第一步 蘸红油 好吃 吃这个肉烧麦一定要配一碗海带四鸡汤 里面包的是这种葱 叫什么葱来着 不知道 一律按大葱处理 反正成都的朋友 如果你想吃烧麦 我就首选这种肉烧麦 是真的还不错了 所以我们中国这么多的美食 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早餐 哪里的烧麦是最好吃的 鲜美 就说我们一定要清这个大四鸢 才会更加的鲜 帅哥 你们两个少美皮吃撒子皮鸭角 鸭皮鸭角 感觉跟嚼子皮吃一些不一样的嘛 同样那是面皮 它是开了花的面皮 它周边有一点那种荷叶边的感觉 它是一个有颜值的面皮 猪肉馅长 我的天啊 中国的烧麦 数的话我们来数一下啊 从我吃过的开始说起 糯米烧麦 糯米烧麦里面 又分各种馅儿的糯米烧麦 乐山这种猪肉烧麦 广式黄皮猪肉泥 打成一整颗Q弹紧致丸子 上面加一颗虾仁的那种猪肉烧麦 个头更大 皮儿像小龙汤包皮一样的 内蒙烧麦 灌汤汁的烧麦 牛肉烧麦好像没吃过 肯定也很好吃 还有什么烧麦 经典的乐山肉烧麦 就只有猪肉的 但后来为了市场需求更大更广 然后出了什么虾仁的 鱼子的 鱼滑的 墨鱼的 还有各种 当有吃来吃去最好吃的 还是鲜肉的 下一个就是覆盖了成都 百分之八九十 本地人基本上都爱的超手店 起来太早了 我觉得我现在好嘴口嘴 呀 谁喊 这家店是我16年才来成都的时候 他们家只有一家在社区居民楼里面 那个时候生意就挺好的 但是短短几年的时间 现在打开外卖也好 或者在街上看也好 成都的超手店被他们覆盖了80% 太厉害了 成都的超手就可太多了 鸡肉的 猪肉的 牛肉的 虾仁 鱼子的 就各种馅都有 汤的有 心汤 鸡汤 红油 藤椒 干拌的都有 吃他们家还是有省钱攻略的 像干拌的 吃猪肉下的就可以了 像鲜汤你就可以点鲜虾鱼子的 一个超手的个头 比有些饺子都还大 一定要把上面的料裹满 裹足裹够 嗯 好吃 里面满满的都是新鲜的肉泥 咋拍着拍着像给这家打广告一样 但真不是哈 我特别爱他们家的萝卜干 我觉得好吃的干拌的超手馄饨 有没有跟我一样 沙县小吃的那个芝麻酱的半馄饨 然后还有江苏那边的糊腹 小馄饨里面的半馄饨 我觉得很好吃 成都有很多面馆的超手也很好吃 比如之前打卡的家常面 它这个鸡汤超手很好吃 肉不多 但一吸溜一个 鸡汤味很浓 纯阳面馆里面的干拌超手也好吃 麻辣的超手馄饨 我还喜欢吃一个重庆的老马超手 真的好好吃 我在成都是真的没有吃到过 地地道道的老马超手 如果你们有的话求推荐 它上面那个干辣椒面 花椒碎 芝麻粒 哇 在上面真的绝了 好鲜 好鲜 我好贼呀 照着不穿两个厚里 随意出来了 我太贼了 说的是他们家的汤 都是每天新鲜现熬的 然后真的很舍得用料 每一个超市里面都有完整的一颗虾仁 是我妈这种不爱在家里面做饭 如果这家店在重庆 在河春有的话 它应该天天带着我老孩去吃吧 然后没有什么大小碗 都是一碗一碗的 虽然干海椒干拌是他们家的招牌 但我还是更喜欢吃那个红油饺子 风味的超小 真的是可以吃的 尽管 好嘞 我好嘞 这个神秋 我已经喊牛加倍了 小米饭没垫了 这种应该是属于川芸人民的杂物擦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以后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 频道名字 InverestMais 大家点多多评论 我在下面进行 我负负大家的